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想想看现在人不但骚扰自己的异性 还要骚扰畜生的异性 你说说看现在的人已经肮脏到什么程度 吃的是猪吃过的食物 为什么猪吃康 吃那些肮脏的饲料 它长出来的肉你吃下去你身上不也长这种东西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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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的人已经不能再看这些东西了 你只要一看见尽 一点进去 你欲罢不能 你受不了 因为他用各种最好的语句语词来吸引你来看 所以最好的方法你就是说不要去看 不要去看 因为在末法时期你不要去考验你的意志 因为人有七情六欲是很难够制 但是最好的方法你就是不要去接触他 不要去 你不接触他就不会有这个事情 你接触了你就要靠自己的意志力来防范了 那很多人的意志力不够 那你就防范不了了 对不对 对对对 适当适当 就是这样 人家说常在河边走哪里不适当 那就只要不在河边走了不就行了吗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你说 你说你不看不生烦恼 越看越生烦恼 对 所以空老夫子说的 非礼无廷 非礼无廷 非礼无延 对不对 非礼无动 对对对 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叫你 不要不应该没有礼貌的东西 你就不要去看 我问你那个网上那些东西有礼貌吧 穿的那个样子 嗯 教你那些做的畜生事情 那你在农村你就去 看看那些动物好了 人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你自己想想看 脱了金光光多恶心啊 你现在走得出去吧 你想一想 你这种东西不是人的 只有动物才不穿衣服的 人遮宿遮宿 遮宿 遮宿遮宿 现在能漏的都漏了 这些东西都是不健康的东西 都是让人腐败 让人贪污啊 贪心啊 到这里边真的不可自拔 你就完了 救不出来呢 我们心灵法民现在救了多少人呢 血淫 他们都一个个改好了 很多人的手淫全改掉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其实 这个也没什么难为情 因为人在这个社会当中 五遇六十 他会沾染一些不好的习气 但是我们要 中止以轻小致一离 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对的 什么叫出离 修心 就是改掉自己身上的坏习惯 他改了嘛就好了嘛 对不对啊 嗯 对对对对 那小时候尿床呢 长大了就不尿了 那问题就是因为你大了 你懂事情了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师父啊 那魔法实习 为什么这个色魔特别厉害啊 师父 很多啊 你就看看 连佛陀那个时候 在修心的时候 还有色魔在骚扰他呢 对不对啊 对 你就看的 要破坏他的法力啊 你要知道一个人 只要一碰到这种色的东西 马上人浑浑叨叨的 话讲不清楚 思维不清楚 就是碰到色魔了呀 对不对啊 那么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那么就知道了 现在物欲横流啊 对 因为用色的话 最能赚钱了嘛 你现在看看 你现在看看 什么最能赚钱了 色情行业赚钱很厉害 对不对啊 对 所以大家为了钱嘛 为了利益嘛 所以什么都肯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那么现在人心这么散乱 和欲望横流啊 就是 对不对啊 对对 这个东西就是因为 末法时期 它是五拙恶事 五拙啊 五拙啊 五种拙啊 这种拙的已经是 哎呀 已经也太糊涂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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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